北京时间12月31日 即将进入2022年的时候 中国女排奥运冠军 晒出了一家三口的照片 而且做了一个让人肃然起情的动作 那就是把自己的礼乐奥运会金牌 捐给了中国体育博物馆 魏秋月是中国女排的功勋二传 在职业生涯尾声中于圆茂奥运 2017年退役后 魏秋月嫁人了 而她也是嫁给了中国女排的一员 正是中国女排助理教练袁明希 大婚后两年多 魏秋月迎来了自己第一个孩子 她与圆明希的爱子 在2020年1月出生 如今儿子也快两岁了 三人一起出镜 留下了跨年照片 魏秋月身穿中国女排队服 依然是那个美美地月神 圆明希同样是身披中国女排的战袍 不过圆明希实在太低调了 笑容也显得不自然 魏秋月的儿子非常可爱 也身穿中国德国家队战袍 一家人都是红色战袍 加上红色的背景 非常抢戏 魏秋月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那就是把里约奥运会金牌 捐献给中国体育博物馆 魏秋月写道 奥运金牌也是对运动员 努力付出的肯定 我作为中国女排曾经的议员 感谢国家和中国女排 这个集体培养了我多年 魏秋月认为 是时候贡献自己的体育故事了 所以决定捐出奥运金牌 让奥林体克精神鼓舞更多人 在各自的岗位上分发图强 使我们的祖国更强大 魏秋月写道 值得一提的是 在魏秋月之前 东京奥运会蹦传金牌 获得者朱雪莹 也选择把自己的奥运金牌 捐了出来 这些举措 都让人肃然其境